會拿五千萬公帑補助拍電影 1977年的那一張照片 要講述國民黨時代 中立事件的背後故事 但在黨立委抓包 客會補助的經費 已經超過法令規定 一部電影最多只可以補助一千萬 但是我們看到1977這部電影 它總共要補助五千七百萬 占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超過百分之二十六的補助款 是拍意識形態的政策片 中立事件事發是在1977年 桃園縣長選舉時 因為有人質疑作票 民眾包圍燒回警局 而立委質疑 客會會拿白線納稅前 違法超額補助拍特定電影 根本是想搞意識形態攻擊政敵 拿公堂來洗百姓的腦 就是對當時執政的國民黨 要冷嘲熱諷 洗腦客家人討厭國民黨 這完全違背我們 補助客家電影等的目的 例外客委會拿公堂 拍的心理貌運動中 教育年輕人 要懂得拒絕長輩的過度關心 也引發爭議 你還不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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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宣短片 是教我們的孩子 不尊重我們的長輩 客委會就是這樣濫用我們的工行 來做文宣嗎 客委會就是這樣 被我們的政府利用來 洗禮客家人的腦嗎 截至截稿前 客委會還沒有針對 在野黨的指控做出回應 但為何充滿歷史爭議的電影 可以掏白信口袋 違法補助5000萬 民眾都想知道答案 謝謝楊潔 許國豪 SNS小組 台北報導